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集请来整形外科专科医生金永强来跟大家讲解 金医生 你好 凯定 你好 不如先和观众讲一下液下为什么会出汗 液下的皮肤聚集了很多大航线和小航线 这些附属皮肤的器官是帮我们散热和调节体温 其实除了用一些短暂的产品去暂时止着汗 止着味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手术或者其他的医学治疗 其实都可以指到汗或者是臭壶的 是吗 是的 如果短暂性的可以考虑做欲毒肝菌素注射 每一次治疗之后可以有效的减少八九成以上的汗 是维持到六个月的时间 持久一点或者永久一点可以考虑减汗水的做一个 如果有轻微一点风险的手术就要全身麻醉 在胸膛里用内窥镜将胶感神经线切走一截 那有什么风险呢 切走一截神经线呢 手术或者液底可以干爽了 没有汗了 但是其他地方三成的时候呢 可能出现这个补偿性的多汗了 就是背质或者胸口 那若是因为味道的关系呢 大汗线旺盛呢 尤其是男女士青春期呢 那就可以考虑做一个液底的小手术 那就是局部麻醉 做一个细切口 然后呢 将液底的皮是反起 将大汗线呢 肉眼可以看到的一粒一粒的刮除或者切除 其实以手术的方法呢 去止汗或者止味呢 会不会有潜在的风险在那里呢 那如果要切开皮肤的 那可能有疤痕的问题啊 或者伤口预合可能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呢 就要换一下沙布了 如果切走胶感神经线呢 做完手术可能有轻微气胸的问题啊 或者有少少尺痛的情况出现的 嗯 那在止汗那方面呢 会不会有一些新式的治疗 其实呢是可以取代了手术呢 那其实呢 现时 由美国引入呢就有一个微创的治疗的机器了 那这个技术呢 是用微波很精确的传送热能进去 在液底皮下皮肤 大汗线和小汗线生长的地方呢 将那里的组织适当的加热呢 而将这些大汗线和小汗线呢 是有效的消灭了 消除了之后呢 就少了汗 很多时候呢 汗臭这个问题也都可以减轻了 副作用大不大呢 还有另外有没有一些人士其实不适合做的 这个疗程呢 是要由医生主持的 那减少这个不舒服的程度呢 通常在局部麻醉之下进行的 在医生诊所啊 或者医院里进行 那就需要时间大概50分钟 做完之后呢 会有微肿 微红呢 皮肤感觉可能迟钝了麻痹了 大概几日的时间呢 很罕有的时候 有时手指会鼻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热力影响了一些深层的组织 那有没有什么人士其实不适合做的呢 如果身体里面有电动的 比如起薄气啊 心脏起薄气啊 那就不适合做了 又或者因为身体薄弱呢 要吻着氧气呢 也都不适合做了 当然 如果液底呢 是有很多疤痕 或者严重的皮肤发炎的问题呢 那都要稍后才适合做这个机器的疗程了 坊间呢 就有说 有些呢 吃了大蒜啊 或者一些味道浓郁的食物的时候呢 体味呢 都会浓郁一些的 那其实这些有没有根据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呢 其实有没有一些事情可以注意呢 那就可以减低我们体味和汗味 那如果多汗 那些衣服濕了 或者多汗 那最主要要保持个人的维生呢 就是满日清洗啊 有机会呢 就用心毛巾清洗一下液底啊 那当然 塗一些止汗剂 有一些帮助 或者一些类似香水的古龙水呢 那另外呢 饮食那方面呢 是的 如果是刺激性的食物啊 譬如很辣的辣椒啊 或者大蒜啊 那这类的食物呢 可能会加重这个汗味的 那最好呢 是减少了 今集麻烦金医生和我们的讲解 节目时间又够了 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观众有任何医学疑问 欢迎寄信来湾仔电讯大厦三楼 或者电邮到medicin at nownews24.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